电视里正播放着他抓住毒贩所缴获的赃款 老白对缴获的金额很感兴趣 妹夫说如果老白感兴趣 就可以带他去抓毒现场感受一下 周末老白继续在洗车房打工 结果咳着咳着突然晕倒了 在醒过来时已经在救护车上 他马上对医生说自己没事 羞愧地表示自己支付不起高额的医药费 医生在他身上查来查去 只说了一句话就让老白犹如晴天霹雳 经过种种检查后 医生告诉老白得了癌症 不能手术只能化疗 最多多活几年 老白谁也没告诉 回到洗车店接着上班 说老板还是让他帮忙擦车 一向逆来顺受的他终于爆发了 说了句几十年没有说过的脏话 一怒之下炒掉了老板 清晨老白独自坐在院子里 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 之后拿起电话打给了妹夫 说想去看看抓人现场 天亮之后老白坐在警车里 特种部队开始准备破门 屋子里犯人正在制作晶体 很快就被警察制服 老白提出想进去看看 妹夫汉克说 要先进去把证据收起来 你才能进 只剩老白正无聊时 看见一个男人从房子里逃出来 这个男人他看着有点眼熟 一时间想不起来是谁 但记住了对方的车牌 晚上 老白找到小粉家里 原来对方是老白曾经的学生 老白表示自己并没报警 还说自己掌握化学技术 小粉则掌握销售渠道 可以合作大赚一笔 从这一刻起 老白抛弃了世俗教条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他觉醒了 商店里 一对夫妻正在帮儿子挑新裤子 身后的胡璧 在模仿儿子的样子嘲笑 妻子刚让去说胡璧几句 老白却拉住他的手 让他别去 儿子和妻子都认为老白怂了 毕竟老白前半生都是这样 从来没有硬气过 老婆实在忍受不了了 想上去教训几个小混混 结果老白突然从另一个方向冲进来 把一直嘲笑自己儿子的人 踹倒在地 妻子和儿子都看呆了 虽然那人比老白高大 但还是被老白凶狠的气势吓住了 旁边的小混混 赶紧拉着壮汉离开 毕竟谁都怕服妖命的 打电号家事后 老白开始人生最后的事业 从学校里挑了很多化学仪器 滴滴撞撞的晕到小粉家里 小粉嗤之以鼻 说只要一个晾杯就够了 老白马上反驳道 你做出来的东西只能称为垃圾 我们要支出稳定的化学产品 晾杯就是晾杯 稍微才是加热的东西 制作晶体当然不能在家里 两人商量买一辆房车 作为移动工作室 老白取出前半生的所有积蓄 7000美元 把钱交给小粉后 老白准备离开 小粉突然叫起她 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化学老师 会走上这条路 她需要了解自己的搭档 老白说自己觉悟了 没有告诉小粉自己患有癌症的事 说完就叮嘱小粉把房车买好 明天开工 房车到位后 两人把车开到沙漠中 开始制作晶体 老白害怕衣服上染上化学味道 就把衣服搭在了衣架上 小粉则拿着摄像机 对着老白的造型不停的吐槽 老白怕留下证据 赶紧让他关掉 化学对老白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 经过一大堆的步骤后 成品出来了 小粉对老白的技术表示震惊 这些晶体和市面上的 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不过老白却觉得 这只是些基础化学 房车里的实验器材 完全发挥不出他应有的水平 接下来该小粉找销路了 他找到当地的护盾头目 对方尝了一口商品后 眼睛都亮了 这是一个文神男走下来 正是之前被抓的犯人 文神男是头目的表弟 已经被他保释 文神男指责小粉临阵脱逃 还怀疑小粉向警察告密 头目知道小粉的手艺 是做不出来这东西的 别问小粉是谁做的 老白在房车工作室准备工作 就看见远处驶来了一辆汽车 原来小粉架不住威胁 带着他们找到了这里 头目下车后 提示老白为他工作 表示钱不是问题 结果文神男突然跳出来 说自己被抓时 看见老白和警察在一起 情况发生了巨变 小粉马上被放倒 老白也无处可逃 就在快要被杀之际 老白提出如果放他一命 他就把自己的秘方告诉他 小粉被绑住手脚后 两人开始学习老白做饭 文神男在旁边冒烟 老白让他扔掉 小八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扔出窗外 但是却忘记熄灭烟头 男人点燃煤气灶 放好平底锅 老白拿起一壶不明液体 倒进平底锅 又在几瓶化学药剂间 选择了一瓶红磷 身边的混混催促他快一点 不要磨磨蹭蹭 老白拧开红磷罐子 猛地扔进瓶顶锅 然后趁乱快速离开房车 并死死地顶住车门 被困住的两人拼命咳嗽 并对车门连开五枪 幸运的是并没有打住脑袋 几秒之后 车内的人已经不行了 老白大抖呼吸 赶紧跑向小粉 解开胶带 这时 刚才的烟头引燃了枯草 老白没有灭火工具 护灭不了火苗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没有办法 只能给自己和小粉 戴上防毒面罩 驾车逃跑 车厢里的混混已经倒地 由于防毒面具出现了水雾 老白看不清路 房车摇摇晃晃冲进了一个坑内 老白懊恼地从车里跑出来 愤怒地把防毒面具 扔进沙漠里 这时 远处传来了紧笛声 老白屏住呼吸 又回到车内 从同步手中拿走一把手枪 还拿了小粉的摄像机 老白想给自己的妻儿录一段视频 他在拍摄中说道 老婆你是我的今生至爱 儿子你是我心中的男子汉 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 我心里牵挂的只有你们 录完说的话之后 老白把自己的身份证和摄像机放在一起 警惕声已经越来越近 老白拿出腰间的手枪 面朝前方 枪口对准路口 可能是不想死在别人手里 又把枪对准了下头 刚下定勇气控制扳机 结果枪没上膛 老白刚将手枪到盘 又走火了 到这时 老白又不想死了 双手摊开 挨打地嘛 可老白突然发现来的警车 好像不是警察 而是消防队 这下真的是柳暗花明 老白赶紧藏好手枪 让开大路 小粉也被警笛弄醒 他问老白那俩人怎么了 老白简单的解释了一下 红铃预热产成了有毒气体 只要吸一小口 就会完蛋 画面一转 老白正在哄嘎混混头目带来的钞票 睡觉时 敏感的妻子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老白没有说话 觉醒的他重拾了自信 也许是兜里的钞票 让他重燃了雄风 从今晚之后 再也没有畏畏缩缩的化学老师了 出现在世人面前的 将是个除世界的大佬 老白自己也不会想到 他赚的钱能铺满整个美国 不过这都是后事了 我是三说 我们下期再见